为追查国民党不当党场 不当党场委员会 针对中央投资公司及新玉台公司 是否为国民党附属组织 调查国民党账户 非不当党场约6.3亿 而推定不当党场约19.32亿 但账户总支出32.85亿 已经远超过非不当党场金额 一开始决定针对中投跟新玉台办理听证 其实在同时我们也开始进行了 相当多的一个调查的程序 包含跟国税局经济部 包含跟财税资料中心 那相关内政部相关单位 取得相当的一个施政 另外针对平面媒体报导 国民党开例10张每张面额 新台币5200万元 总共5亿2000元的支票 要支付党工薪水 涉及条例禁止处分规定 委员会立即要求付款人 台湾银行提供相关支票 提令人应办理清场提存 在昨天的委员会决议 决定通知永峰银行 就该账户内的金额 只准存入 不准做出任何提领或汇出 民进党积极调查 国民党党产国民党文传会 主委周志伟表示 不当党产委员会及相关条例 有争议 国民党曾要求民进党对 不当党产相关条例进行视线 也没得到正面回应 周志伟强调 国民党目前拥有了党产一切合法 更指出不当党产委员会事 未审先判 不当党产委员会也提到 国民党利用不当党产信托或受信 取得了票券 委员会决议 为保障善意第三人权利 及避免影响金融市场安定 要求票券公司提供相关约定书 担保品明信书被查 避免未来认定争议 更将在10月7号召开停证会 并要求国民党集中投公司 新运台公司出席 国民党文传会主席周志伟表示 一定会派人出席澄清党产来源 记者那么多 给予台北市采访报导